歡迎收看電玩Jazz Play 我是主持人C月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毛小孩呢 毛小孩已經是許多人家庭裡面 重要的成員之一了 像我呢 只有兩隻可愛的毛迷 想到牠們我就好興奮好興奮喔 不過現代人呢 可能因為忙碌 常常缺少時間 好好陪伴牠們的毛小孩 登登 像是啊 可能有些狗狗 常常一隻狗在家裡 覺得很無聊 甚至還有可能得到 分離焦慮症 哼 真的是太可憐了 不過 現在有一間新創的公司 發明了專門針對狗狗的家績 那你的狗狗 一狗在家也不無聊 狗狗表示 汪汪 人類要有主機 狗狗也要有主機啊 哇 好好奇究竟會是怎麼樣的主機喔 有養小狗的人都知道 一定要時常帶狗狗出去散步 抒發心情 不然狗狗的身心都會產生問題 但現代人因為工作忙碌 可能無法一直陪伴寵物 有些狗狗甚至會產生分離焦慮症等等問題 英國就有間新創公司開發了一款 針對狗狗專用的家用主機 Joypo 配備觸控螢幕 讓愛犬可以用鼻頭觸控遊玩專用的遊戲 算是簡單的另類家用主機 開發團隊表示 之所以想製作這樣的主機 是希望主人不在家的時候 狗狗也能有充足的活動 不感到無聊 進而改善分離焦慮症等各種問題 其實目前市場上也有不少給貓咪玩的平板遊戲 讓貓咪可以在上面抓老鼠增加活動量 目前這款狗狗專用主機 正進入最終開發階段 官網也已經開放預購囉 雖然讓狗狗有新玩具玩很不錯 但大家還是要多花點時間 陪伴自己的愛犬唷